你 一杯 娘 娘 娘 只要我们三兄弟 齐心协力 我相信 我们很快就能够再重振赵家申育的 爹 我也被那个人撞了嘛 你都不知道关心我 只知道哄家生 吃什么醋啊 二嫂 快走 晴辉 假的 下声 下声 天语 大哥 什么都别说了 先跟我去救人要紧 救人 救谁啊 你和弟妹的孩子 家生 二嫂 家生他怎么样了 二嫂 他们说我跟家生的血性不合 我没有办法书写给他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我刚才回旅馆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家生被车撞了 才一转眼的功夫 二嫂 二嫂 家生他没事吧 快 来 谢谢你来 家生怎么样 我跟她的血性不合 我跟她的血性不合 你去试试吧 没问题 二 二弟 快 二嫂 你都看到了 二哥的心里头 一直都是由你的 医生 医生 他们情况怎么样了 你们放心吧 孩子已经没事了 谢谢 谢谢 二嫂 家生她没事了 大哥 谢谢 二嫂 家生 你要快点好起来 不要怕 娘 娘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你要勇敢一点 先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累 我要看着她醒过来 对不起 这几年我都没有好好见到做丈夫 做父亲的责任 过去的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你愿意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我 好 娘 你真的要回明月镇吗 姑娘 你真的要回明月镇吗 嗯 你们一家三口分开这么久了 总算团圆了 这也是好事啊 我们也应该为你们开心才是 来 大家喝一杯 庆祝庆祝 也算是为你们送行了吧 来 喝酒 喝酒 干娘 我可以跟着玉琪这样称呼您吗 有 那你太客气了吧 飞鹏哥 这几年谢谢你们对玉琪 跟家传照顾 我在这儿 敬您了一杯 我已经把玉琪当成我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只要你将来好好待她 不要辜负她 还有 别让你那无情的老娘再欺负她 我就放心了 干娘 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让玉琪和家传再吃苦 再受委屈了 也没想到谁 我们配柳琪和家传再谈一杯 快别让我画电影 我画电影 是 走 我现在宣布 第一届江南茶医大赛 现在正式开始 好 好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宣布获得第二名的优胜者 现在我宣布本次的冠军 他 宣布获得第二名的优胜者 宣和 查庄 宣布获得第二名 鉴来 赢啊 爹 太好了 我们办到了 祝贺你们啊 谢谢 祝贺 行不行 好 好 谢谢 好 等一等 谁啊 谁啊 怎么回事 请问你到这儿来有什么指教吗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二哥 怎么办 好 好 我就接受你们的挑战 嗯 我就让你们开开眼界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中国深奥的茶道文化 嗯 好极了 那就 三个月以后吧 三个月后 我们 来 四个月后 卿 mindset 卿皇必胜 质罗必胜 黑点 nt 迷信的话了 迷信 我可是为大家着想啊 小姐 您就让二少奶奶回来吧 二少爷也说了 二少奶奶和天赐之间的事 都是误会 再说了 二少奶奶替您带回 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孙子 您舍得让她离开吗 娘 您说二嫂她是段长 对赵家不好 可是 您想多过大嫂吗 她虽然不是段长 可是 她对咱们赵家就好了吗 夫人 虽然我是这个家里 最没资格讲话的 可是我也想为二少奶奶求个情 您就让她留下来吧 娘 二嫂这些年在上海 独自一个人带着家生 那么辛苦的生活 她为什么那么苦撑着 还是因为她深爱着二哥 希望有一天 能够得到您的谅解 好重回到赵家 娘 您就原谅她吧 既然大家都不在乎你是段长 又都在为你求情 我如果不让你回来 人家会 说我像个恶婆婆 这样吧 你要回来也行 但我得看你的表现 快起来 二嫂 二嫂没事了 天理 谢谢你们 小姐 我也知道 你为二少奶奶回来的事啊 心里有点不舒服 可是 二少爷一天到晚惦记着她 现在二少奶奶好不容易回来了 如果您还是接受不了她 那么 为难的是二少爷呀 这个我也明白 可是 当初要不是她从中牵线 如海和李巧梅就不会重逢 老爷也不会冤死 你说 我怎么会忘记这件事呢 家政呢 柱子和家宝陪她在玩呢 家宝好不容易多了一个玩伴 说什么都不肯放她走 你在想什么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娘会不会因为我端长的事情 一直都不肯原谅我 那你就别理她喽 你在说什么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时候 有心情听你开玩笑吗 你会不会逮小的 玉琪 我是不希望你再受委屈 我没有觉得委屈 其实回赵家以前 我就已经想过了 娘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 原谅我 这一次 没有把我赶出去 我已经很开心了 玉琪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 从今天开始 没有人可以把你再赶出赵家 你看什么 你知不知道 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什么感觉 家的感觉 天宇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前一阵子 我不是在文化斋 帮干娘卖点心吗 所以 我想现在也做一些点心 拿到街上去卖 你要去街上卖东西 不可以吗 不是 我是怕你太辛苦了 而且负担家计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这个家也有我的一份呢 况且我也想帮你分担 可是 不可以吗 好吧 我答应你 可是你要答应我 你不能够太喘强 不能够累坏身体 好吗 我知道了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原泰茶庄吗 是不是有一个女掌柜管理的那家茶庄啊 就是他们 是他们向咱们订的货 而且还是主动上门订的货 一百斤的碧螺春呢 他们说了以后只要是咱们的茶 不论是什么品种 他们全都收 还有咱们自己酿汁的花茶 他们也全收 那我们有那么多茶卖给他们吗 这个你放心 我已经联络了几个茶农 找他们多要了一些茅茶 只要我们再烘焙过多出一点货 这个应该不成问题 二哥 这次可是财神爷眷顾咱们 对咱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良机啊 听说那家原泰茶庄 有政府官员在背后撑腰 资金组 报上天天都打着他们的广告 而且他们扑货的通路也特别广泛 所以他们开店不到一个月 就在江南的茶叶市场上声名大噪 没错 我想是因为那位交际手腕 极其高明的女掌柜 她短期内啊 替原泰茶庄拉了不少生意 可是 他们可以自己向茶农订茶 何必透过我们 让我们白赚一手呢 哎呀二哥 你就不要管那么多了 有钱赚你还不赚 世上没这个道理啊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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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泰茶庄 这里就是原泰茶庄了 要是这里是薰河茶庄 那该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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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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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你们是来送货的 是的 麻烦你通报医生 叫什么名字 我叫赵天宇 是你们掌柜要我送货过来的 赵天宇 好 那你等会儿吧 谢谢你 什么态度吗 不就是个小伙计 够张人事敲不起人哪 卖糕嘞 卖糕 好吃的千层糕 卖糕嘞 绿茶糕 观音香酥 有人买糕吗 卖糕 大婶买糕吗 卖糕的 你们要买什么糕 我要买两块千层糕 好的 来 大婶 您的糕 给你 谢谢啊 好吃再来买啊 好好好 卖糕嘞 谁要买糕 好吃的千层糕 卖糕嘞 掌柜的 就是那两位 两位 我们掌柜的来了 姐夫 真的是你啊 碧琴 怎么会是你啊 就是我 碧琴 我真的没想到会是你啊 柱子 好久不见了 碧琴小姐 刚才我还以为我看见了 碧琴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不是回英格兰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其实啊 我两年前就回到上海了 一直在一家洋行里做事 知道认识这家茶行的老板 他知道我对茶叶感兴趣 所以就邀请我一起开了这家新店 原来是这样啊 对了 怎么会那么凑巧 跟我们订货呢 你认为是凑巧吗 难道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那是怎么回事 回到明月镇以后啊 我四处打探你们的消息 可惜一直没结果 后来我听说 宣和茶庄在江南茶艺大赛中夺得第一 起初我还不确定究竟是不是你们 直到我派人打听以后 才确定就是你和庆辉 所以啊 所以你就假公祭司向我们订茶 你们要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话 我要假公祭司也办不到啊 其实 季老板之前跟我提供宣和 他也是个爱才之人 他听到你们的遭遇之后 也感到很惋惜 一直想帮你们 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的 讲了几句好话而已 最后决定向你们订茶叶的 还是老板本人 不管怎么样 你都帮了赵家一个忙 我以茶代酒 谢谢你 请 不管是在英格兰 还是在上海 每次喝到碧螺春 我都会想到明月镇 想到姐姐 想到你 特别是姐姐 她以前最喜欢喝的 就是碧螺春 所以 每次喝到这种茶 都会让我伤感 我已经好多年 没有喝过碧螺春了 我也一直无法忘怀你姐姐 是吗 可是我听说 你又结婚了 我以为 在姐夫心目当中 这辈子只有姐姐一个人 不会再有其他的女人了 你姐姐 她会一直存在我心中 其实 姐夫再婚也无可厚非 毕竟姐姐已经走了那么久了 不过我想问一句 在姐夫心目当中 你现在的太太和我姐姐 到底是哪个更重要一些 毕竟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他们两个都是我深爱的人 在我心中 他们一样重要 肯定是什么 卖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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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卖糕 卖糕吗 千瓶糕 好 那我要吃了 你拿两块吧 我现在有能力了 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如果你们需要资金的话 可以尽管向我开口 就算借我也可以借来帮你们 毕竟真的很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想靠我自己的双手 重振家宴 在明月镇以及江南的茶叶市场 重新立足 这样才对得起我爹在天之灵 既然你有诚心壮志 我会在明月镇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对了 我娘一直很惦记你 有空到我家看看吧 家宝现在长大了也很懂事 你见到他一定认不出来了 好啊 有时间我一定会去的 那你把地址写给我吧 好 麦糕嘞 好吃的千层糕 绿豆糕 麦糕嘞 嗯 哎呀二少奶奶 你怎么骑得比我还早啊 我想早一点把糕做好 顺便把早饭准备好 哎呀二少奶奶 对了 莲姨 我把早饭已经做好 放在桌上了 一会儿麻烦你招呼大家吃啊 二少奶奶 早饭一项是我准备的 你还要上街做生意呢 还是让我来煮吧 没关系 莲姨 平时家里的活我也帮不上忙 煮早饭还是有时间的 还是让我做吧 二少奶奶 莲姨 我先走了 你早饭吃了吗 不吃了 不吃早饭怎么行啊 没关系 我饿的话吃两块糕就行了 我走了 莲姨 我先走了 莲姨 不然就没有好位置了 你得当心点啊 我知道了 慢点啊 真是苦了这个孩子了 来 家生 来 张开嘴 来 我不吃 你怎么了 来 尽快吃 好不好 我不要你喂 我要娘喂 连奶奶喂也一样 家生快吃啊 好不好 不要 真是不像话 放着孩子丈夫不管 一大早就出门 也不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 娘 预期他去做生意 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家计嘛 他要是真为这个家 就首先得照顾好你和孩子 而不是只顾自己做什么生意 好了 阿哥 你还在为娘 和二嫂之间的事情烦心 别烦了 没有哪个婆婆和媳妇 之间没有芥蒂的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烦 本来我以为只要玉琴回来 所有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想不到娘和她的问题 却越来越大 心结也越来越深 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帮谁都不对 二哥 那你觉得我娘和天灵之间 他们相处得怎么样 看来还不错 其实你不知道 有些事情我也不愿意多提 记得我和天灵刚成亲的那段时间 他和我娘之间 也发生过一些摩擦 只是我娘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对她的性格也比较了解 有些事情 就忍下来了 这些我都知道 私底下 我不知劝过天灵多少回 也安抚我娘多少回 她给你天灵不少麻烦吧 我了解她的个性 其实我现在 非常感谢天灵 也感谢我娘 他们真的很体谅 我嫁在中间的难处 你看她们现在不好得很吗 二哥 娘现在对二嫂 有些不谅解 二嫂说再多的话 娘也不愿意听的 以后 有些事情要靠你自己解决 早上你也看见了 我娘还怪我 为预期说话呢 二哥 这些事情是急不来的 停停停 给 谢谢啊 来 来 来 过来 过来 给我 过来 不给你 不给你 拿得到你 来啊 加宝 来啊 来啊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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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宝 好 加宝 跟弟弟玩的时候要小心 别让他摔跤了啊 嗯 知道了 你是 碧琴小姐 莲姨 好久不见 你好吗 好 好 你等等 我去把夫人和大小姐叫出来 麻烦你了 我 好 你 儿子 置住 你 да 你 我 陛琴 陛琴 伯母 天灵 你们还好吗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收下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哪里 我们听二哥说你回来了 我们还想你什么时候能来呢 如果你要是不来啊 我们还准备让二哥去请你呢 其实我从英格兰回来的时候 很早就想来拜访你们了 可是一直打听不到你们的下落 后来我还去过赵家老宅 听说你们已经搬走了 这几年 我们赵家发生太多的事情 哎呀 见面应该说点高兴的才对 那些伤心事就不提了 伯母 这些年真是让您受委屈了 住在这儿 有的住就已经不错了 伯母啊 以前你们大家都很照顾我姐姐 我现在既然已经回明月镇了 那以后有时间我就多来看看您 也算替我姐姐尽点孝道 而且还可以看看家宝跟姐夫 你也知道姐姐在临终的时候 对姐夫和家宝最放心不下了 你要能常来那最好不过了 我娘她就喜欢热闹 你要是能常来陪她聊聊天 她可高兴了 好啊 哎 别站在外面进屋里去说吧 哎 叫保叫生来 走 卖糕嘞 谁买糕 好吃千屯糕嘞 卖糕 卖 千屯糕嘞 卖子 谁买 小兰 卖琪姐 小兰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见到你太好了 怎么样 真好吃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了 小兰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卖糕的 有个以前在茶园跟我们一块儿做事的姐妹 看到你在这儿卖糕就告诉了我 一开始啊 我还不相信 非得亲自看一眼 没想到真的是你 玉琪姐 你回来多久了 怎么也不来找我呢 我搬回来没多久 本来想过两天去找你的 没想到你先来找我了 之前我曾经去找过你 没想到你早就离开明月镇了 这几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这些事情说来话长 以后有时间我再说给你听吧 你呢 这几年好吗 嫁人了没有 我才不想嫁呢 我在隔两条街那边的街道卖茶梅 我想多赚点钱 生意还算不错 想给我爹娘买件好点的房子住 小兰 你还是那么孝顺啊 现在好了 玉琪姐 既然你在这儿卖糕 我看我也把摊子搬这儿来 我们姐妹俩一块儿做生意 也好有个照应 玉琪姐 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了 回来了 做给我的 手艺真不错啊 不是做给你的 不是做给我的 这明明是一双男鞋 你不是做给我的 做给谁的 我们家难道就你一个男人吗 不是啊 那那你做给谁的 做给我二哥的 我特地请娘教我怎么做 后天不是二哥的生日吗 我想把这个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 后天是二哥的生日 对啊 我觉得 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但这毕竟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礼心情义重了 你干嘛老看着我 天灵 我发现这些年 你变了好多 任谁也没有料到 以前那个焦纵任性的大小姐 现在变成贤妻良母了 竟然连邪也会做了 人哪是需要磨练的 再说 我找了你这个穷小子 什么事情不自己动手 那怎么行啊 没关系 什么东西啊 慢慢做久了就习惯了 天灵 这些年来 你跟着我 受苦受累了 庆辉 你千万别这么说 当年 要不是你帮了我 接纳我跟心严 我们母女俩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这几年 你能够把心严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对我们母女又那么的好 其实 应该感到愧疚的是我 谢谢你 清辉 天灵 我不是说过吗 结婚以后 你的一切我都会包容 我会好好珍惜心严 我会好好珍惜你 好好珍惜你 二少爷 毕晴小姐可真是个好姑娘 前几次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这次又把几个茶商采购老茶的消息告诉我们 又可以给我们添几笔生意 是啊 毕晴不但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 还让我们自己去联系 去买卖 她说啊 元太茶庄不缺这几个生意 但是现在 每笔生意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不能够轻易放过 要是毕云在天之灵 知道毕晴有现在的成就 还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 她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毕晴姐 嗯 你收拾好东西赶紧回去吧 今儿十二少爷生日可别耽搁了 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了 明天见 小心点啊 别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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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伤人了 我再给你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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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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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兰你醒醒 来人哪 快点救命啊 小兰 求求你们救救他 小兰 小兰 求求你们救救他 快 快 好小子 不学好竟学偷人家钱 没有没有 大叔我没有偷你的钱 二哥 二少爷 这是后天要交给别人的货啊 这是后天要交给别人的货啊 我们所付出的全都白费了 白费了 姐夫 你怎么走那么慢呢 姐夫 你看那边多好看 我们去那边吧 别急你快走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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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姐夫 来 谢谢 谢谢 再生 听我说 如果不是天意 谁来解开这秘密 谁安排的相遇 谁安排分离 谁让该来的来 该去的去 谁让一切都遥悟痕迹 隔着千万光年的距离 被回忆苦苦相比 谁说离开就可以忘记 谁说距离能充当回忆 如果爱只是一场幻境 总是说服不了自己 爱过恨过 伤过痛过 我愿做那个忘情的人 不再为心所困 我愿是那个无情的人 为自己放流几分 总是喝过忘情的水 你愿是夜夜相思梦里 我愿是夜相思梦里 好 我愿是夜相思梦里